大家好,我是队长 欢迎收看本期队长一周大事 首先,漫威方面宣布继续改革 垂哥也向粉丝道歉 但每对四却遭到严重的泄密 至于DC方面 新超人战役曝光 再次引发了新一轮的骂战 那我们话不多说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 本期的一周大事吧 根据外媒最新报道 在迪士尼2024年第二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上 迪士尼CEO抱不爱格宣布 漫威未来将按照每年不超过三部电影 两部聚集的标准来推进制作 以减产高质的要求来推进MCU的故事 据悉,艾格表示 我们一直在和工作室一起努力减少产量 将我们的精力和资源更集中 将重点放在作品的质量上 我们在努力2024年只会有一部死尸三登陆院线 在2025年我们还会有几部不错的电影 但我们时刻紧急标准 而且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制作复仇的联盟电影 我们对此非常期待 同时艾格也提到迪士尼的工作重心 未来将主要放在知名IP的续作电影上 比如玩具总动员5和头脑特工队2 并表示他们会优先运营那些IP价值更高的作品 同时削减不必要的支出 将好刚用在刀刃上 漫威影业总裁凯文费奇对此也进行了回应 费奇现在承认了漫威在过去一段时间所出现的问题 以及现在所面临的挑战 费奇说 毫无疑问 在过去的几年里 我们遭遇到了许多挑战 疫情的爆发 内部团队的混乱 作品、战队上的走篇等 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如今的MCU确实身处在疲软期 但这更给了我们努力赢回观众的信任 并给大家带来精细 超越大家期待的机会 此外 会计上艾格艾宣布了一切令人惊讶的消息 那就是迪士尼的牛媒体居然隐利了 根据公布的数据 迪士尼旗下三个牛媒体平台 迪士尼加 葫芦 ESPN加 合计营收62亿美元 亏损1800万美元 但如果去掉体育牛媒体 ESPN加 迪士尼的其他牛媒体业务居然全部隐利 营收56.4亿美元 利润4700万美元 要知道 去年同期可是亏损了5.87亿美元 这下就不得不信了呀 艾格回归还真就恐怖如斯 如果之前觉得艾格回归后 迪士尼漫威好起来 还只是粉丝的无脑吹的话 那现如今 结实用数据说话 真的只能感叹 有一个好的领导人是如此的重要 现在真的越来越期待 7月份的死是三了呀 锤哥·克里斯·海姆斯沃斯 在宣传新作《疯狂麦克斯》外传电影的时候 谈到了他出演《雷神4》的经历 他表示 《雷神4》的失败得要怪罪自己 面对迷你场的采访 锤哥是这么说的 我还欠粉丝们一部《雷神》电影 因为《雷神4》就像一头大便 我陶醉在激进发挥和古怪反常的表演中 结果变成了一个恶格的典范 我确实没有找对方法 同时锤哥也表示 自己如今提到出演《雷神》 确实会有些焦虑 他说 我已经扮演这个角色很久了 我对能拥有这个机会 确实心怀感激 使他让我获得到如今的生活 但是 说实话 我也感到了焦虑 因为我感觉雷神的戏份总是千篇一律 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妇联团队的保安 其他人的台词要哭很多 戏份也有意思的多 但我的角色总是叫喊 肌肉 雷电 虽然我只是这个宏大宇宙的一员 但这让我更加担心 似乎我可以随时被取代 我至今都无法原谅自己 在雷神3中 我找到了心动的感觉 但是雷神4却被我自己给毁掉了 我把一切都搞砸了 如今看来 垂直确实陷入到了自我怀疑当中 根据职业片场照帮了账号 发布的最新照片 漫威星座雷天特工队星号 发布了最新的片场照 塞巴斯蒂安斯坦 朱利亚路易斯德瑞福斯 还有杰纳尔丁维斯瓦拉坦 出现在片场 但咋说呢 我不知道是我记忆混乱了 还是塞巴远川普太入戏了 他这个造型 我咋看咋觉得那么奇怪呢 好像人是不是还发福了呀 然后玩了丁维斯这个阵仗 我还真没有看出来他人在哪 是白衣服还是黑裤子这个 至于杰纳尔丁所实验的角色 目前还没有公布 可能是雷天特工队 和政府的街头人之类的角色 就是下面这个洞洞拖鞋 有点瞩目 当然啊 这些会只是戏外的造型 正式着装后应该会显得正式许多 此外 根据外媒的爆料 模仿大师会在雷天特工队星号中 展示比黑寡妇更多的互联武器装备 还会展示和准确说是模仿更多英雄反派的技能 但我就想问了啊 如果能这么做的话 那早干嘛去了呀 我一直感觉在黑寡妇里面 模仿大师的表现还真不咋地啊 接着根据外媒的最新报道 漫威新作 神经四雅当中的行星吞噬者 将由英国演员 纳尔夫一内森扮演 目前该电影的主演阵容包括 佩德罗帕斯卡 是演神技先生 凡尼莎科比是演影星女 约瑟夫奎英 是演霹雳火 莫斯巴克拉赫 是演石头人 朱尼亚加纳 是演女银花 至于行星吞噬者啊 虽然这不是第一次 宣传在荧幕上 但之前在神经四雅2中 吞星是一团 却在宇宙星云的外形出现 和漫画的形象相差甚远 而这次呢 也算是真人的真人处女秀 而神经四雅的导演啊 是知道 妄娜幻时的马特·沙克曼 水准肯定是值得信赖的 而饰演吞星的伊内森 之前主演了 LX的新作 《女巫一战成名》 而更早之前 伊内森还曾主演过 《哈里波特》 《星球大战》 以及《王牌特攻》 绝对算上是 好莱坞经验丰富的老演员 此外 根据外媒报道 约翰·马尔科维奇 将出演漫威电影 《神经四侠》 并且饰演神秘角色 而电影呢 将在25年7月25日上映 并且将在弄Apple VN Pro 就像之前黑金互动剧一样 观看者将根据选择 进入到不同的平行世界 像观察者一样 观看里面的故事 从发布的物料来看 这个次确定出现的角色有很多 就比如说 拿了雷神之水的小海拉 红色卫兵 暴君收藏家 红或者说白女巫 就是这个短发 看着不像旺达 并且还有老王 以及木乃伊 可能是月光骑士吧 还有老龙灭霸 以及疑似拼一火 变体的星星 但不管怎么说吧 对于假如星人的粉丝 觉得是一个天哪的好消息 就我个人而言的话 是非常期待的 但问题就是 哪里去搞这个Apple VN Pro啊 知名爆料账号 Can we get some turtles 相信大家都知道 该账号和另外一个账号 My Time to Shine的运营者 其实是同一个人 这位爆料者将在社交媒体上 泄露各种的内部消息 其中主要以漫威的消息为主 而就在上周 CWGST在Instagram Stories 发布了美国对讲4 美尼新世界的全新片段 这一次爆料出来的内容 显然触及到了漫威影颜的底线 于是很快呢 漫威影颜联合了迪士尼 出动了有着陆地最强法务部 支撑的迪士尼法务部 就CWGST泄密仪式展开了反制 据悉 最初是迪士尼一位高级律师助理 意识到了泄密事件的严重性 经过内部讨论后 漫威知识产权空股公司 巴拉巴拉不会读 将泄密者CWGST 告上了加州法院 在得到法院的传票后 漫威已经联系到了社交平台 而之所以CWGST如此让官方忌惮 我们就简单举个例子 之前《每对4》的副标题 不是从新世界秩序 改成了美丽新世界吗 而在官方宣布改名的前一个月 就已经被这个CWGST提前爆料 由此可见 该爆料账号在漫威内部确实有人 也是因为该消息源神通广大 导致现在各种野鸡账号 在发消息的时候 都要带一个消息源来自 MyTimeToDrive 或者Can we get some totals 但实际上呢 这些消息经常错误摆出 有的还被本人亲自辟谣 他压根就没有说过 总之呢 这件事看起来还蛮严重的 一旦MTT-SH和CWGST 幕后的运营者被捕 那为了帮有消息 必然锐减 甚至还很可能会导致 更多野鸡账号肆意横行 当然虽然《每对4》的鲜明内容 现在是已经看不到了 但官方通过《帝国》杂志 发布的片场照 咱们还是可以看到的 照片里面 在年营队长身边的女黑人 传闻应该是本作的女主 和珊姆斯相好 那对于《每对4》 大家是否期待呢 DCU新作 超人发布首张官方正式物料 大卫·克伦斯韦 饰演的新超人形象正式曝光 从超片中可以看到 超人坐在大楼里穿着战靴 身上的制服 也并不像此前的景深衣 更像是迎护三大龙外套的质感 由此可见 果然都是一个导演派的 所以审美真的高度的一致 另外 站一胸口能够看到 有明显的擦痕和灰烬 可以猜测 此前应该经历了一番战斗 而且仔细看腰部 还能看到腰带以及红色的外穿内裤 由此可见 新超人是还原了漫画的经典风格 最近领布都采用了高领的设计 但我个人更喜欢高领 虐待一些微谷的设计 就像新玩的那种 平民成人的领口 看起来有点点的年价 不过站一的整体风格还是可以的 质感方面也还过得去 但大卫的这个脸 我就感觉有点别扭 不知道是角度问题呢 还是最近健身太猛了呀 真的就感觉 大卫的这个脸型和之前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吧 我感觉 而且额头的这个小卷毛 显得有些做作和有些格格不入 并且上传到鼻子中间的勾客 感觉有点过于抢戏 在颜值上怎么说呢 确实不如亨超 如果十分满分 亨超是九分的话 大卫超我只能给个七分吧 服装造型上有些欠缺 不过也还算可以吧 但是超人的造型曝光之后 海内外的粉丝又又又又超起来了 部分的精英粉丝就借题发挥 再次攻击滚倒以及DCU 以下为详细的评价 啊太丑了 廉价丑陋毫无气质 刚恩就是一个废物 一眼AI 我从一开始就对刚恩和他的超人毫无兴趣 扎克斯耐德完胜刚恩 这就是神队凡人的蔑视 这是什么糟糕的审美 城市在被毁灭 超人却在慢悠悠的穿鞋子 詹姆斯刚恩快去吃屎 扎克斯耐德才是真正的DC救世主 感觉看到了一坨垃圾 演员气质 长相 服装 都被扎克的版本玩爆 回来吧 亨利 你才是真正的超人 啊当然 有反对的自然也有支持的 许多粉丝也对新超人表示他肯定和赞誉 具体如下 这才是真正的超人 我已经迫不及待看到他登上荧幕了 DC粉丝狂喜 我终于看到了原之原味的超人漫画风格的制服 这就是真正的起源 超人即将起飞 报道那些黑子和反对者 刚恩 我的超人 大卫的超人却是难以到达亨尼的高度 但是新超人让我看到了DC的曙光 让人期待 黑子们闭嘴吧 这是DC粉和超人粉的时刻 快去反叛之月支持你们的扎克斯耐德吧 就大家都懂的嘛 有时候看评论区撕逼 比看物料本身更精彩 并且伴出的争议不断扩大 有粉丝甚至还翻出来当年 亨超手上剧照发布后 网络上对亨超的负面评价 简单看了看 不由得感叹 历史真是个圈 每一位新超人单身 所经历的质疑基本上都一样 具体的就不读了 直接放给大家看一下 大致就在说 亨利太老了 太阴暗 不符合超人的风格 比起超级英雄 和你更像是个阴险的反派啊等等 就放眼过去啊 所谓超音历史上最知名的超级英雄 超人的影视化 一直伴出了荣誉和争论 每位扮演者在接手的时候 都会遭到粉丝们的质疑和不满 只能说轮回啊 都是轮回 就在近日 詹姆斯刚恩宣布 漫威《交杀谷》的扮演者 弗兰克·格里罗加盟《和平使者2》 并且扮演老瑞克·弗莱格 这个角色就在新自杀小队里面 被《和平使者》杀死了 瑞克·弗莱格的父亲 滚岛和弗兰克晒出了合照 两人的表情啊 净显搞怪 虽然两人都是从漫威里面出来的 但仔细想一下 似乎两人还真没有什么 比较密切的合作 所以DC啊 也算是两人的正式处女秀 并且背景里面还有许多彩蛋 能够看到 比克·贝瑞伯格和斯塔格工业的标志 比克·贝瑞伯格 就是在蓝甲虫里面出现的那个汉堡 同时也是DC漫画里面 将出现了一个品牌 而斯塔格工业呢 创造出了元素人 在《神经女侠1984》里面 斯塔格工业的CEO 西蒙·斯塔格也有出现 并且元素人也将在超人中登场 至于弗兰克 他也将在生物突击队中 为老瑞克服来一个配音 由此可见 DCU的联动正在慢慢展开 滚岛这波操作呢 确实不错 也期待生物突击队 超人以及和平使者2 那以上就是本期 肉大师的所有内容 大家如果喜欢 还请一键三连 那我是队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